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方没什么水气 天气晴朗稳定 明天也是很类似东北季风偏弱 上半天晴朗稳度并温度偏高 在台湾以北东半部27到29度 新竹以南30到31度 局部可能会再热一点 而各地低温维持在22到23度 尤其在中南部要注意日夜温差偏大 明天北风色的西半部可以看到空气比值 从北到南都来到了橘色提醒 还可能会有短时间来到红色景视 不只过敏族对所有人都会有影响 口罩要戴好 下雨方面明天大环境水气不多 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沿海 可能会有一点零星飘雨 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 所以北台湾的观众朋友要好好把握明天 很快天气又要有变化 就在星期五的下午到晚上 会有一波封面通过 紧接着东北季风增强 星期五的下午开始 在中部以北东半部的云会慢慢变多 降雨也会越来越明显 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 还有宜兰 星期五下半天到晚上 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等到封面过去 星期六的降雨会缩到桃园以北 不过温度方面 北台湾的高温会从星期五的26到28度 星期六会降到23到24度 下星期一又会回温 是用发龙面抓气象重点 明天一样东北气风偏弱 白天会回暖 早晚还是偏凉 出门要多带件衣服 而西半部的空气品质都不太好 是橘色提醒 还可能会短时间来到红色警戒 尤其是过敏族出门要把口罩戴好 还有把握明天相对闻念天气 到了星期五下半天会开始变天 北部还有东部都可能会下大雨 而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星期六北台湾会有感降温 高温一下就会掉个三四度 沿海风浪也会偏大 海边作业赶快把握明天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